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子孙 让他们成为选民 但是以色列人在大饥荒的时候 移民到埃及去 做了四百多年的奴隶 神差遣摩西 把他们带出来 然后在西乃山底下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 以色列人不断地背弃了这个约 以色列人什么偶像都拜 这神很不喜悦 神很愤怒 神就把他的居所 也就是会墓 毁掉了 这毁掉的在圣经记载的并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大概知道 约会所在的地方就是一个圣地 约会被掳了 圣地就被毁掉了 有一个我们都不太熟悉的地名 就是士罗 士罗这个地方 曾经是会墓所在的地方 后来毁掉了 后来当然大卫预备 所罗门建了圣殿 就不再需要会墓了 耶和华有一个长期的居所 但是后来圣殿也毁掉了 就是以色列人被曰 以色列人不忠于上帝 如果今天教会被曰 不遵守上帝的道 没有真正的信奉他 也处于一种被曰的状况 曰是什么 曰是神要做我们的神 曰是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是万有的神 神创造万有 管理万有 审判万有 也拯救他旨意所拣选 佛教徒 无神论 神给他们恩典 虽然他们不认识神 但他们还是神所造的 神所管理的 神给他们阳光空去雨水 我们叫这些恩典 叫一般恩典 基督徒 非基督徒 以色列人 非以色列人 都有 神无分宣制地 给他们恩典 但是那只是 今世的一些好处 也重要 但是是今世的 神拣选我们 乃是 永远做我们的神 永远保护 永远看顾 绝不失落 那么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就是基督徒是 单单以耶和华为他的神 我们单单拜他 我们单单信他 我们单单认识他 我们单单爱他 所以神是万有的神 但是就立约有永恒的关系 神只做神儿女 就是以色列人 真以色列人和真基督徒的神 我们人可以对很多人 很多事有所敬畏恭敬 但是我们只把永远的 全盘的 持续的敬畏爱戴 归于我们的上帝 约是神要做我们的神 我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绝对不会违背这个约 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他不改变 困难的是我们 我们容易变 我们容易惹上帝的愤怒 阿玛斯书就讲到 耶和华跟人之间 跟选民之间的关系破碎了 本来是在会幕当中 显出神住在他们当中 跟他们同行 一起度过一切的艰难 拯救帮助他们 但是后来圣殿没有了 耶和华离开了 神好像不要他们了 那么但是 他们有盼望 到那一天 我会把这个倒塌的帐墓建起来 到某一天 我会把它建立起来 那这个某一天 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了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是将来有一天 上帝要做奇妙的事 要做大事 要做让人吃惊的事情 那一天 就是末日 末后的日子 末日的时候 神要做一件大事 那么这个观念 从创世纪就开始有 一直到启示录 神要做大事 做拯救的工作 也做审判的工作 就是将来有一天 那天临到了 我们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神会复兴他的国度 神会击打他的仇敌 以色列人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很辛苦 我们亡国了 我们等那天 以色列人一直都在盼望这个日子 随着他们国家越来越弱 越来越多这样的盼望 基督徒今天沉寂了这种想法 我们等候神大而可畏的日子 降临 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事 那么 阿摩斯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话 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低下甜酒 小山都必流奶 这很丰富的一个描述 那个日子是一个建造的日子 那个日子是把破旧的建造起来 主保证 到那日会重建 那是哪一天呢 先不讲那是哪一天 那个日子是甜蜜的日子 一坡接一坡的收获 耕种的 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 接续撒种的 不断地扩展神的国度 不断地有丰富的恩典流出来 流出来是丰富的 是欢喜的 是快乐的 是造就人的 世界的光 是世界的盐 滴下甜酒 流奶 很生动地描述 那这是什么日子 阿摩斯书九章十四节 我必使我名以色列 被掳地归回 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义居住 栽种葡萄园 喝其中所出的酒 修造果木园 吃其中的果子 这里主要的是 神把教会建造起来 开始神居住的圣殿 是一个会幕 那么上帝就在这帐幕里面 让以色列人知道 我跟你们同在 上帝在旷野 跟以色列人走了四十年 跟他们同吃同住 同睡同行 很稀奇 但是以色列人这四十年 跟上帝多半不同心 后来他们进入了 那流奶与蜜之地 也因为不敬畏上帝 惹上帝的愤怒 就受很多的打击 感谢主 神兴起大魏 在大魏的时代 有一点复兴的状况 有一点强盛的状况 所以以色列人都很盼望 像大魏那样的英雄 再回来 能够让他们的家园 还有圣殿都被建造起来 我们不是轻看圣殿 但我们也不是重看 我们基督徒 不是轻看一个漂亮的会堂 但是我们也不必 过度地看重 因为神要建立的 不是木头石头的房子 神要建立的是人 不只我们要被建立 我们的教会要被建立 我们的教会被建立得好 并不是靠着木头石头建材 虽然这也重要 我们是心灵需要被建立 被神的话来建立 总之神的话把教会建立起来 把神的家建立起来 把我们自己建立起来 我们是神的家 我们是神的店 我们是神居住的地方 我们是神的身体 是一家人 我们已经在神的带领下 合而为一 但是我们也活在世上 我们有彼此伤害的时候 我们有破损的时候 我们有衰弱的时候 我们有倒塌的时候 我自己始终觉得 基督教媒体说 我们这里将有大复兴 我觉得不太靠谱 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是一厢情愿 如果神的教会和个人要复兴 必定有几个现象 一个我们爱读神的话 爱听神的话 我觉得台湾教会 还很缺少这个 一个 我们彼此相爱 我觉得也缺少这样的情形 一个 我们热心传福音 我觉得我们也缺少 一个 就是祷告 祷告的火焰 祷告的习惯 在教会里还不够 所以我感觉 复兴还没有真的临到 我们还在复苏当中 以色列最后是亡国了 圣殿没有了 会幕当更早就没有了 但是神在阿摩斯书应许 到那日我会修造 那那日是什么日子 就是到那一天 我们的问题都会解决了 以色列人 非常盼望那个日子 那个日子 是耶和华的日子 那个日子 是耶和华做大事的日子 那个日子 就是主的日子 主的日子 其实就是每天 末世的重点 不在那是哪一天 甚至神 严严地禁止我们 去猜 那是哪一天 那日子 那时辰 没有人知道 以色列人 盼望那一天 你以为上帝 做大事的那一天 对你好吗 是好 但是你必须 在平常的日子 尊主为大 那一天 主来的日子 我们就有福了 在圣经上 你可以看得到 神的儿女 是 切切的 欢喜的 带着盼望 等候 主来的日子 可是我们华人的教会 好像受了太多 世俗的影响 以至于 我们跟世人很像 各位 你想到末日 想到的就是灾难 想到的就是 可怕的事 而实际上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主的日子来到 固然也有艰难 对基督徒也是有 主的日子来到 是欢喜的 是新郎 迎娶新娘的日子 主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那么我们等候他来 是存着盼望的 我们希望每天 即使在主还没有再来之前 我们也能生活得更积极 末日 的确是世界的末了 的确是可怕的 但是末日 又是可爱的 是新郎 迎娶新娘的日子 如果那一天 我们不知道 那一天之前的每一天 也是末后的日子 也是在等待 神 旧约新约 都希望他的儿女 有一个态度 就是准备迎接主 哦 这是主要报仇的日子 这是主要伸冤的日子 这是主要显出 他大能的日子 这是主要把一切不良的葡萄 踏尽的日子 这是把麦子收起来 麦子烧掉的日子 以色列人很盼望这个日子 就如基督徒今天很盼望这个日子 一样 但是悲哮的是 阿摩斯书五章十八节 想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 有惑了 你们为何想望 耶和华的日子呢 那日 黑暗没有光临 五章十九节 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 又遇见熊 或是进房屋 一手靠墙就被蛇咬 耶和华的日子 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 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 你看阿摩斯书 好像是矛盾的 以色列人在盼望耶和华的日子来到 也就是盼望耶和华帮以色列人复仇的日子来到 耶和华把偶像消灭的日子来到 是光明的 是美好的 是得胜的 可是神借着先知提醒的是 耶和华的日子 可以是降福的日子 也可以是降祸的日子 对你们 对我 对教会都是这样 取决于 你平常 是不是也活在神当中 不是他临到的那一刹那 是每天是不是活在神的当中 如果你每天活在神的当中 或者是活着有一个末日的态度 就是我马上要见我的主了 如果你能这样 每天都是美好的末日 如果我们疏懒 每天就不好的日子 我们还是在提醒各位弟兄姐妹 多看圣经的话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要做事的日子 的确有很多的灾难 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讲 每件事都是祝福 每件事都是让我们欢喜快乐 而那一天 末后的日子 末后日子临到的 耶和华要审判 要工作的那一天 像什么呢 是什么呢 是亚当夏娃 堕落以后的每一天 我们每天都活在末后的日子 因为末后的日子 是上帝要做大事的日子 要做大审判 也要做大拯救的日子 在那一天之前 每一天都是小小的末日 创世纪就最少出现了两次 挪亚的日子 另外一个是罗德的日子 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挪亚的日子 各位你想的话 就是洪水的日子 但是你看圣经的描述 挪亚的日子并不存是 洪水的日子 挪亚进方舟的那一天 神把方舟的门关了 那一天以后 要得救的就没有了 那一天可以是死亡的日子 可以是主再来的日子 是那一天 但是你再看 不是那一天而已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个挪亚的日子 当然可以解释成 挪亚进方舟的日子 但不只是这个 就跟人子的日子 耶稣的日子 每天都是 但是你要说 今天是耶稣的日子 可以指 耶稣的降生那一天 耶稣生的那一天 是人子的日子 是旧约就提醒 以色列人和万民 将来有一天 大卫的子孙要兴起 那个日子 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而已 是耶稣成熟长大的日子 是耶稣受洗的日子 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日子 是耶稣复活的日子 是耶稣升天的日子 是耶稣再来的日子 因为这都是 神做大事的日子 包括神做审判的日子 那么我们这样推 末世论 末日论 就是要我们活在一个 盼望主耶稣再来 预备主耶稣再来的一个 积极生活的日子 这个日子 不必算哪一天 哪一月 哪一日 这个日子就是每天 每天活在敬畏信靠主的日子 你每天就过了主的日子 等到主再来 那个单一的主的末日 你是被赏赐的 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怎样 耶稣再来的日子 也要怎样 你看起来就是末日 天天都是末日 因为天天都是神做事的日子 神审判 神拯救的日子 对信主的每件事都是拯救 对不信主的每件事都是审判 挪亚的日子是挪亚进方舟的那个日子吗 挪亚的日子 其实也是挪亚 造方舟传真道的日子 彼得后书特别讲到说 挪亚和他的全家 在建方舟的那一百年里面 同时做另外一件事 挪亚是传异道的 在那建方舟的一百年里面 挪亚在对这个世代传福音 挪亚是我们牧师很好的安慰 因为他传了一百年 一个都没有信 那一百年 其实再一次 就是主再来前的很多的日子 都是我们信主的日子 都是世人信主 都是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日子 挪亚建方舟 传异道的日子 是末日 这个末日的终结 就是世界的毁灭 现在人不听 教会常常也不听 我们不大能够以基督为主 我们常常想要用其他的事 来代替主 这都不好 虽然神也一再给我们机会 但是求主让我们 不要像挪亚的日子 世人一样 不要像挪得的日子 世人都一样 挪亚是进到方舟得保守 挪得是离开索多玛 挪亚的拯救 你要在世界末日 洪水和天火的时候 平安的话 你要在那一天的以前 每一天与主同行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最早一个末日的观念 应该是创世纪第20章17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 就是末日临到你的日子 死亡是末日 是末世 每个人都会惊艳 或者我这样讲 死亡是小的末世 是神在大的末世 那个末世临到之前 天天给我们惊艳一点 小的末世 人死亡 人受刑罚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亚当夏娃吃了那天 并没有马上倒地死亡 但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 末后的日子跟这个一样 我们吃的日子不一定马上死 我们犯淫乱的日子 不一定马上死 我们得罪主的日子 不一定马上死 但是必有审判 如果你不知道好好敬畏上帝的话 挪亚的日子是这样 人人又吃又喝 路加福音17章27节 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不知不觉的洪水来了 当然大灾难一定有 不过照圣经的描述 大灾难 常常是不知不觉灵道的 不知不觉 挪亚所在的地方的人 在做什么 罗德所在的 所诺马俄摩拉 做的是什么 我们基督徒 在每天的生活中 做的是什么 末日 不是你要在那里读圣经 你在传福音 末日你该度假就度假 该睡觉就睡觉 末日是跟我们平常日子 一样的 路加福音17章28节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我们在预备末日的时候 千万不是买一箱生理面 矿泉水 然后到山上去等 没有 旧约到新约都给我们看到 末后的日子 你要准备怎么迎接上帝 怎么迎接耶稣 就是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不要想我要移民到贝里斯 来躲去这个灾害 不要算是什么时候 好像那天临到的时候 我一定要规规矩矩行事 是每一天 耶和华将来要做大事 耶和华将来 要让以色列人和列邦 受到公平的审判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人是上帝所爱的 外邦人不认识上帝 死在罪恶当中 所以 那个日子 以色列人盼望的日子 就是尝尝他们心里的安慰 我们被欺负 我们亡国了 你看 耶和华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 那个日子 你们倒霉了 我们有福了 从创世纪开始 就有挪亚那个世代人 被上帝消灭的观念 就有罗德的时候 索多玛 俄摩拉被消灭的这个观念 但以色列人看主要来的日子 更大 更重要 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日子 我们就照常吃喝嫁去 你看啊 创世纪写的 不管是罗亚那个时代 或者罗德所在 索多玛阿摩拉 圣经上不是讲他们 又嫖妓 又杀人 又打架 没有这样讲 那个日子是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跟踪又盖造 这没什么罪恶啊 为什么这样的情形 会惹上帝的愤怒 罗亚家也吃喝嫁去 罗德家也吃喝嫁去 我们也吃喝嫁去 工作 盖造 买卖 耕种 这都是很好的事 到底有什么不好 末后的日子 会那么大的审判 你看罗亚的时代 你看罗德的时代 看不出来有那么多的错误 错误就是有一个 他们忽略神 在吃喝的日子里 没有纪念族 买卖的日子里 没有纪念族 耕种盖造的日子 没有纪念族 修方舟 修了一百年 他们毫不在意 罗德在索多玛 做了那么长时间的见证 他们毫不在意 哎呀 我不是骂我们台湾的居民 我们有很多的优点 但是有一个真是叫人伤痛的 就是对福音的冷漠 对偶像的热衷 不知不觉有一天 洪水来了 不知不觉有一天 灾难来了 不知不觉有一天 去做例行的健康检查 你发现得癌症了 我们需要在没有遭难 平顺的日子 尊主为大 以色列人末日观越来越强烈 随着他们王国被灭 圣殿毁掉 丢在天下抛来抛去 我们可怜 我们惨 看嘛 耶和华的日子来 你们就惨了 以色列人就非常盼望 主再来替他们申冤 我读几处经文给各位听 以色列人书第二章第二节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殿的山 必坚立超乎诸山 万民要留归这山 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然后有很多的好事 包括刀打成梨头 枪打成镰刀 我们等候这个日子 是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 主的日子 将来的日子 但是我们说 也是每天的日子 包括今天 过去我们没有办法补足了 昨天我们没有办法重演了 主啊 你帮助我今天 警醒 活在你的爱里面 信靠你里面 该扫地的扫地 该吃饭的吃饭 该做什么事 我们做什么事 那是每天都要以主为主的日子 先知书里 很多这一类的字眼 末后的日子 万民要归向这山 显然一件事 你一定看得到的 就是末后的日子 不是某一个 不是某一个二十四小时 是每天 每天尊主为大 每天领受神的教训 每天学习主的事 不管在哪里 然后以赛亚说二章十一节 到那日 到那日 又是那日 末日 上帝审判的日子 每天的日子 至高的降为悲 性情狂傲的都比屈膝 唯独耶和华被遵从 要等主再来才这样吗 今天岂不应该这样吗 今天世人不这样 教会岂不应该这样吗 我们高举我们的主 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二节 必有万君之耶和华 降伐的一个日子 你看到降伐打了点 原文没有 必有万君之耶和华的日子 要临到骄傲狂妄的 一切至高的 必降为悲 这是耶和华的日子 这是末后的日子 这是主要做大事的日子 以赛亚书三章四节 到那日 耶和华的疫苗会长出来 就再一次 在人类的历史 天天都是末日 天天都是神要做大事的日子 天天最大的是 一个死人活 一个死人死 所以我们参加丧礼 或者是满月洗酒的时候 我们都要有个认识 这是末日 这是主再来的日子 这是我们蒙恩 或者受打击的日子 你有信心就是恩典 临到你 你没有信心就是灾难 以赛亚书四章第一节 在那日 七个女人 必拉住一个男人 说 我们吃自己的食物 穿自己的衣服 但求你许果们 归你名下 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 七个女人 抓住一个男人的意思是 以色列的男人 灾难中死光了 所以以色列人就很盼望 主的日子 快快临到 替他们申愿 没有想到主的日子 临到 对他们 对我们 也有审判 因为没有预备好 所以这种 末后的时候 神会审判的日子 重点 新约旧约 都是要我们 每天过正常的日子 不是你要算他什么时候来 是每天 以主的事为念 以赛亚书特别多 那个日子 其他的书卷也有 耶利米苏三十章第七节 哀哉那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耶利米苏三十三章十五节 当那日子 那时候 The day The hour 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衣 长起来 他必在地上 施行公义和和平 这句话 可以指责 耶稣基督 也可以指责我们 就是教会 神会行奇妙的事 但是约尔书也告诉我们 这个奇妙安慰的日子 也是审判的日子 约尔书二章二节 那日 是黑暗 幽明 密云 乌黑的日子 好像晨光 铺满山林 有一对蝗虫 又大又强 晨光 铺满山林 应该是好的字眼 的确是好的 如果我们平常天天 求圣灵帮助我们 警醒 平顺的度日子 那日子来到就有福了 那日子来到 我们就很欢喜地迎接主 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四节 马大也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主耶稣来 上帝的弥赛亚 上帝的羔羊来 来的时候 使死人复活 使我们得审判 使我们得平安 这是重点 但是更好的重点是 在那一天 我们不知道的那一天 起码过去 所有的基督徒 都还没有碰到那一天 我们也还没有碰到 那一天是主再来的日子 在那之前 每天 如果我们 过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 希望从以前 一直到今天 到将来 每个教会 我们必被上帝修造 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耕种的 必接续收割的 踹葡萄的 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 大山要低下 田酒 小山都必流奶 以色列人很看重 这一日 什么时候 他能强大起来 被复兴 被建造起来 其实我觉得 我们需要被提醒的 就是 以色列被建造的日子 就是外邦人 被建造的日子 使徒行传 十五章十六节 使徒雅各 指着初代的教会 说 这个看起来 应验在大卫家 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的 实在是应验在 我们教会身上 我们会被神 重新建造 建造的更美好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 谢谢你的恩典 求主施恩 保守教会 属于你 保守教会 爱你 保守教会 在主再来的日子 站立得住 在主还没有再来的时候 天天盼望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